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阶线模式 连续模式和解析模式 腰椎牵引是一个三维牵引 有平牵 乘角 左右旋转三种的一个模式 首先呢 平牵它的形成是0到200毫米 乘角是正30度到负10度这样一个范围 左右的一个摇摆它是正负25度这样的一个范围 具体参数设定呢 我们根据患者的一个具体适应情况来设定 下面呢 我主要介绍一下我们这台设备的一个面板操作 我们以一个体重为50千克的人为例 那在这个地方的设定的牵引力的话是跟它的体重相关 我们呢 从最保守的从四分之一开始设定 50千克乘以四分之一呢 我们从12把它的一个体重设置成12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呢 如果一直按的话是有一点慢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功能是有一个位移功能 如果我们选位移 它可以直接由各位十位之间进行一个转换 所以这样数数字呢 会更简单一些 这是一种加快操作方式的一种方法 然后的话 我们设置好这个牵引力 牵引力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遵循有小大大的原则 所以我们从人体重的四分之一来设定 在随后的牵引过程中呢 我们根据这个牵引的时间一点点往上加 从四分之一到人体重的三分之一 最多不超过人体重的二分之一 我们根据患者的一个耐受情况来添加这样一个牵引的大小 我们设定完牵引力之后呢 我们再按这个位移 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在牵引时间这一块有所设定 然后我们正常的一个UG牵引呢 就是30分钟 所以我们这设定时间为30分钟 设定完之后 下面的话是牵引设定跟间歇设定 这个呢 在我们临床的文献中呢 最安全的一个设定方式 牵引方式 就是牵引三分钟 就是间歇两分钟 所以我们把牵引设为两分钟 把牵引设为三分钟 把间歇设为两分钟 设定完之后 我们继续按这个选择键往下走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一个L的字母和这样一个角度 因为我们刚说过我们这是一个三维的一个牵引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设置呢 是一个左右的一个成角 L就是Rate的话 右面会有一个L是一个右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左右成角的一个度数设置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设置这个左成角的时候 我们根据患者的这样一个脊柱的一个测弯的一个关键活动度来设定 正常的话 我们是从五度开始 我们先设置为五度 然后呢 R 就是说向左旋转五度 向右平板五度 这样一个设定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平板的这样一个设置里面 我们是根据患者的这样一个脊柱的一个情况来设定的 所以这个呢 是根据患者的一个情况 一定要是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 现在我们再按 下面看到的是一个右 右的话就是up 就是朝上的意思 刚我们还有一个成角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我们这个是设置的是上成角 上成角我们设置成10度 下成角我们设置成5度 然后两个角度设完 下面的话出现了一个P这样一个模式 它这个意思呢 是一个模式选择 我们总共的模式是八种模式 八种模式里面呢 在临床上面使用的 最安全的就是四模式 间歇模式 这个也是开机之后的一个默认的自定义模式 所以说我们把模式处在四模式之上 不用管就可以了 设定完之后 整一个说明我们整个一个 腰椎牵引的设定已经完成 下面呢 我来说一下静椎牵引的一个参数设定 我们按标追静椎的一个切换键 切换到这个静椎牵引上面 同样的我们按选择键 先设定这样一个静步的牵引力的一个大小 静步牵引力我们是从人体重的十分之一来计算的 所以我们先设成5 具体在牵引的过程中呢 我们根据具体的情况一步一步的由小到大向上添加 不超过人体体重的五分之一 我们再选择设定好静椎的一个牵引时间 20分钟 同样的这个静椎的一个牵引设定 我们也是以三分钟的一个牵引 然后两分钟的一个间歇来设定 设定完之后呢 静椎牵引的牵引参数也已经设定完毕 那我们在做牵引的过程中呢 我们选定好静椎和腰椎牵引之后 按下牵引键 它就可以进行 它的一个工作就会按照我们所设定的这个参数来进行 如果在患者结束这个牵引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急退键 让患者的一个牵引复位 或者说在发生一个紧急情况的时候 我们直接按急退键 避免患者的一个腰部牵引受伤 或者说静部的一个牵引受伤 在右边的话我们看到 有承角和左转右转的 它这样一个 一个就是上下左右 角度的一个增加和减少的一个设定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在我们牵引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随时调节它的一个承角的这样一个度数 然后下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储存键 储存键就是说我们 这对于患者来说我们可以给它设定一个编码 这个我们以患者为1 1号患者为例 我们这个地方会显示一个R R呢就是一个病例储存的一个字母代码 这个时候呢把它的一个病例设成1号 我们储存 储存完之后呢 到下一次患者来做治疗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按这个读取 就能够看到1号患者 他的一个上一次在牵引过程中的一个设定 这有助于患者在牵引过程中进行一个前后的一个评定 那这就是这个操作面板的一个具体介绍 下面的话我为大家演示一下患者在进行治疗时候的一个使用方式 首先呢我们在患者在上床之前呢 首先我们要打开这样一些牌扣 具体把它一翻开之后 在患者在躺在床上之后 它的捆带的一个位置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捆不好的时候 容易在牵引的过程中导致这个绑带的一个脱落 我们要保证下面的这个绑带呢 位于患者的这样一个跨部进行高度链 固定完之后我们卡上这个卡扣 卡扣的长度是可以伸缩的 可以满足不同患者的一个体态来进行治疗 最后我们卡上了 然后拉几点 在困紧患者的过程中 一方面呢我们要使劲把它给困紧 另外一方面避免患者的不适 要与患者进行一个交流 避免患者造成不适感 上面的这个困紧是在患者的一个腰腹部 为了避免滑脱现象 首先第一点呢是按照正确的体位给患者捆好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患者穿有摩擦力较小的衣服的话 也容易造成在牵液过程中的一个滑脱 所以说让患者穿上一个摩擦力大一点的棉质的衣服 或者是并号服务 出的地方我们爸换了这个也固定 把周围它旁边的这个袋子也固定了 拉几年 让患者乘一个水平这样的一个平躺的这样一个状态 再开始治疗 这个时候呢我们按照刚的一个参数 按开牵引 这个时候就开始了牵引治疗 在牵引的时候如果我们设有成脚的话 它是先进行一个平牵 然后呢再进行一个成脚的一个显示 这个时候呢进行上成脚 然后左右左右的一个移动 在我们牵引的过程中随时平衡患者的一个感受 如果说他在这样的度数下不会感觉不适的话 我们可以适量的来增加这个旋转度数 或者说成脚度数 包括牵引力的大小 根据患者的一个情况来进行添加 治疗完毕之后我们直接按击退键 在击退之后呢 它首先是在平牵的这样一个范围先收缩回来 然后的话它的一个成脚跟旋转再进行一个复位 我们这个牵引 我们这个牵引 由三维牵引主要是模拟了我们传统的中医的一个正骨手法 从不同的方向来对患者的一个颈椎 对患者的这个腰椎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康复治疗 以上呢是我对腰椎牵引的一个操作演示 在做颈椎牵引的时候 首先呢我们要保证患者处在一个水平垂直的位置进行一个牵引 避免它的一个来回摇晃 保证这个座椅的一个稳定性 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牵引之前 可能会静椎牵引的这个位置过高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击退键 让这个进步的这样一个牵引的一个装置 跟患者的一个高度相适应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怎么可以患者进行这条骨头固定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呢 这个带有黏性的这个是位于后脑勺的位置 拖着它的后脑勺 前面的这个拖在它的楼下 这个时候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就可以选择好进步牵引 然后再按牵引键进行一个牵引 在牵引的过程中 同样的我们遵循一度由小到大的这样一个原则 从最开始体重的十分之一开始 慢慢的来增加这个牵引力的大小 在牵引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按击退键 让这个牵引处于最迟的位置 放松患者的一个进步 这个呢是我对颈椎牵引操作的一个介绍 同时呢我们在刚做颈椎牵引和腰椎牵引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操作手柄可以让患者拿在手中 如果它感觉不适的话 里面直接有红色的按钮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急退功能 同时的话呢在开始牵引的时候 也可以根据患者的一个需求 按这个里面的白色键来进行一个牵引功能的一个操作 我们的颈椎牵引呢 主要适用于颈椎与腰椎的疾病相关疾病的一个治疗 牵引治疗 但是呢对于急性期的患者 包括皮肤内有损伤有出现症状的 包括内部植入有基础异物的 不建议治疗 不建议进行该设备的一个治疗 除此之外呢人身期的患者 包括重症的高铁压的患者 骨子疏松的患者都不建议使用来设备 我们在使用来设备的过程中呢 建议的疗程是每日一次或者说隔一天做一次 牵引过后呢不要让患者立即下床 让他在床上躺下五六分钟 让他进行一个腰部的一个回缩 避免立即下床对他腰部或者颈部造成一个损伤 以上是我对这款 GNG牵引3B数码款的一个介绍 谢谢大家 jadi 是 做jas 在大堆 感谢观看